无染尽真如 真如没有染尽 为此真如本心无染 也不可说后方净苦 如果修行之后就清净 那说明它有染无 必须要晓得它根本没有染无 染无的是什么 染无的是识 八识 五十一心所有染无 真如没有染无 真如就是真心 为什么 真心没有它念头 真心没有齐心 没有动念 没有分别 没有知足 所以它不染无 我们在大乘里面学到 染无的源头 什么那是 第七识 叫一根 这是染无 染无从哪里发生的 从陌生 第七识 执着 有一个我 执着阿赖耶的相分 一分 认为是我的心 认为是我的心 说不止 全是假的 这个心 没有四十一句 换一句话说 是个错误 抽象的概念 误会 这是让我们辨别 我们在身 在心 全都是真忘乎乎 要知道 哪是真的 哪是虚妄的 虚妄的 要原理它 真点 要明白它 要求我 要明了 可不可得呢 都不可得 小悟 要真 物证 不能有 得得念头 为什么 那个念头是错误的 一切法无所有 所以毕竟空 不可得 你得什么 得佛果了 得菩提了 这是明相 如果你真的 执着还有这一念 你什么都没得到 你还是反复 连这个念头都没有了 真得到了 这个是佛法的难处 真得忘得都不可得 真得真如 没有相 舍相 无相 可是佛舍相 又无不相 他又有相 无相跟有相是一 不是二 为什么 有相 有相的相是假相 不是真相 我们讲 刹那生命 刹那生命 是不得已而说的 为什么 没有办法形容他 刹那 刹那到底是多长的事情 仁王经上告诉我们 一坛值有六十刹那 那刹那比念头 粗度了 弥勒菩萨一坛值 三十二亿被签念 仁王经上讲一坛值 六十刹那 一坛值的六十分之一 叫一刹那 也很短 但是比仁王经上见 比这个 弥勒菩萨所说的 那没办法比 所以 我们说刹那 只能够说 表 极短的事情 非常短的事情 这个短的事情 往往我们对它没有概念 那无论是有相的 舍法界 跟无相的真书 都不可得 都有相同的事 这个